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昨天在一家西人超市居然买到了我寻找很久的龙爪菊 在这边,因为现在加拿大常温还在零下 还没见到春天的钟影,所以现在的价格很便宜 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菊科 菊鼠的多年生树根草本植物 在中国自古以来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 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陵下悠然建南山的名剧 在古神话传说中 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 菊花为短日照植物在短日照下能提早开花 菊花适应性很强,洗凉较耐寒 生长室温摄18-21度 最高摄氏32度 最低摄氏10度 地下根茎乃低温极限 一般为摄氏明下10度 所以唐朝白菊玉永菊是这样描述 一叶清霜,柱瓦清,芭蕉心则败荷群 麦寒唯有冬梨菊,金树初开,小更轻 龙爪菊是一种非常适合盆栽的花卉 菊花分为夏菊,秋菊和冬菊 恰恰没有春菊,超市卖的应该是从温室里培育出来的 所以现在春天开花 在加拿大我们最常见的是秋天的小菊花 这种龙爪菊不是很常见 虽然它的根茎能耐凌下摄氏10度的低温 但是在卡尔加里也是不能在室外过冬的 所以盆栽在入冬前搬入室内 是帮助它们过冬的唯一的选择 夏菊可以在夏天和秋天开花 秋菊和冬菊一般只有一个花季 花期一般可以达到两个月 龙爪菊花形较大,花瓣非常多 成细条状伸直了类似大型动物的爪尖 中国人取名为龙爪菊 非常的形象 中国民间菊花文化非常的浓厚 记得全国很多地区秋天都要举办大型的菊花会展 各种菊花争其斗艳令人叹为观止 我就是在那些漂亮的菊花会展上认识了美丽多枝的菊花 也爱上了菊花 冬阳节给老辈们献上菊花 也寓意它们健康长寿 非常的吉祥 灾的龙爪菊在生长过程中 花朵的颜色和姿态也会有所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花朵的变化 来感受龙爪菊生命力的和美妙 龙爪菊威严的姿态和优雅的花朵 吸引了众多华人花卉爱好者的喜爱 在家中种植一盆龙爪菊 不仅可以增添居家的美感 还可以让我们寄托思乡的知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